现在我再说Mid and Bound 因为刚才过了12分钟 Mid and Bound就是土地测量的方法 Mid就是Distant,Bound就是Boundary 除了用Mid and Bound旧式的Rural Area之外 另外一个叫Lock and Block Lock就是一个地段 Block就是一个街口 一个街口通常有10个Lock Lock and Block就是第二种方法 但我们考虑最多不是1和2 考虑最多就是第三个Session and Township Session and Township 首先我们这里有三个 Humbert,Based Line,Diabo和Saint-Bernando 原来整个加州分开三个 分开三个 1,2,3就是三个Township 就是这三个Township 一个Township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呢 一个Township就是6米乘6米 一个细格是什么呢? 一个Section 原来呢 一个Section 它们有分号数的 Acacia 你或者写给我们看 那个号数是什么呢? 它在写中之余 我们就继续讲了 Section 就是1米乘1米 而Based Line 就是打横的中线 Meridian 就是打动的直线 是刚刚正方形的中间和直线 Township就是橫行 一行一行的 就是Row Range Line 其实就是直线 就是Column Township就是6米乘6米 然后呢 我们看第七章 之后呢 看36 这个呢 就是 现在在写中的Section 就是 数呢 我们数成都是1,2,3,4 这样数过来的 6的留下就是7,8,9,10 11,12 12的留下就是13 我们这个要不要记 要记 因为旧的卷如一考 所以我们要知道 它会问你 15的East of 15 是多少号 那你回答我 14 East of 其实就是 将那个字的Apostle vs 所以如果East of 15 就是14 那么 West of 28 呢 29 29 那 North of 33 呢 麻烦 28 28 但是如果4 North of 4 是什么 原来呢 它这个格 就是一直重复的 所以如果North of 4 就是33 如果是East of 13 就是18 没错 那 那 Kazia这个呢 他刚才没看 立刻画得出的 所以我们呢 也有这个能力 那 今次你学了之后 以后你都画得出的 那 所以我等一下会考回来 我等一下会找一张纸 然后就叫你 你画出来 那另外呢 一某呢 这里我们要记的 只是几个 1A卡 是43560的Square feet 我们这里 你拿回它 这些东西是我给你的 你 43560 我们知道1A卡 是area 接着1米就是5280 那这个我们也要记 所以1Square mile 就是5280乘5280 而1Square mile 是有640个A卡 我们要发现 就是换过 1Square mile 是640个A卡 因为1Square mile 是1米乘1米 1米 那所以下面 一个Square mile 一个Square mile 就是6米 所以一些 我们来驱去 只需要1A卡 是4350 1米就是5280 那就可以了 然后呢 一个Yard 是3FIT 我们有个方法 就是说 我们走三步 因为FIT F2ET 以前古时 一个FIT 刚好 就是一只脚板 所以才叫Feed 我們走三步就是一個1 要不要記就要記 這些一定考 數有四條 我們看一看這個題目 一個Session 640 半個Session是多少個A卡? 180 180 一過四個Session呢? 160 不是180 是320 320 然後160 OK 這個不要再說 接著 Chapter 2 講Exte和Transfer Exte是甚麼? Exte其實是屋子 它有分兩隻 一個Freehold 一個Less than Freehold 前面有個Less than這個字 就是不是這個意思 即不是Freehold How do you transfer property? 你怎樣由一個Property 轉到另一個Property? 我們這裏會說 Ownership有哪幾種? Recording和Acknowledgement是甚麼? 我們有些生字要記 Recording就是把那份文件 拿去市政府那裏 紀錄在案 公告於天下 我們記得就是 Constructive Notice Recording Acknowledgement就是 那些特別是猶太人 他們因為宗教原因 不可以按著 Bible法誓 那時候 他們在法庭說自己 是猶太人 總之我說是 是 他就算了 這個就是 No oath 那好吧 那好吧 跟著我們 他就說不定 他就說不定 我們開票 一句 信心 說不定